张子怡怎么了?汪峰做亲子鉴定 背后为了女儿好 我的长女,不是我亲生的 张子怡说出这句话的瞬间 网络上掀起了薛人大波 现在她也不沉默了 她终于说出了和贝宁分手的真正原因 后来,为什么和三婚汪峰结婚呢?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点关注 这样极方便回顾往期内容 又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 前几天汪峰进行了亲子鉴定仪式 一曝光就成了话题 许多网友推测汪峰和张子怡之间 是不是产生了矛盾 那汪峰做亲子鉴定背后 是否暗藏什么玄机呢? 让我们探究到底 张子怡被称为国际长 他是唯一获得金球奖提名的中国人 他主演的两部电影都获得了奥斯卡奖 事业张子怡在国际上很有名 爱情变得更加激烈 我知道他的手段感情 被赋予儿子的长辈讨厌 第二段感情又遇到了外国富豪的背叛 之后和贝宁的恋爱再次被父母阻止 结果看起来吃惊的张子怡和三魂汪峰结婚了 因此他成为了别人羡慕的宠物 现在汪峰和湿了的泡沫张子怡 当被问到和贝宁分手的理由时 他也难以掩饰悲伤 迄今为止花了两次心思之负 但是不能宣告结束 张子怡决定踏踏实实地 寻找真正爱自己的男人 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我不介意他是什么样的房子 对自己好就足够了 之后张子怡顺利地和贝宁一起去了 休息一会儿也可以去 依子怡碰过我 推文的眼睛总是看着我的心 你太任性了 拜托也是因为这份感情 让张子怡多次提出内幕 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当初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贝宁还是个小主持人 两个人一起参加综艺认识的 当时节目中的张子怡被贝宁的默默所吸引 张子怡成熟的魅力让贝宁着迷 两人进行了私下里很安静的姐弟恋 虽然不想让很多人知道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两个人的这份感情爆发的时候 不仅没有迎接祝福的话 反而收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这包括了网民的声音 和张子怡母亲的强烈不满 受到家人的普遍阻止 贝宁还在机场接送张子怡 离从北京飞到广州去看望张子怡不远 虽然两个人很甜蜜 但是最终在一年后遗憾地分手了 其实两个人的这份感情就像两只刺猬 虽然拼命想接近对方 但是只要撞到就会被对方的刺刺伤 缘分可能就是这样的东西 有缘不会幸福 就像张子怡和汪峰的感情一样 虽然两个人都经历了很多感情 但是他们一相遇就马上相爱了 但是这么好的两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呢 汪峰带着女儿来做亲子鉴定了 汪峰带女儿去做亲子鉴定 张子怡之后 母亲的角色翻了 娱乐圈一直存在不成文律 汪峰只开演唱会 娱乐圈一定有翻车事件 但是没想到这次车翻到了自己身上 汪峰的前妻葛慧杰暴露了 她表示汪峰曾经带着女儿的苹果去做亲子鉴定 这种行为无疑是对生母的最大侮辱 葛慧杰对汪峰破口大骂 我带她去了一个叫张琪的寄养家庭 张子怡和汪峰的感情本身备受争议 现在和汪峰结婚后又是三个女儿和三个母亲 有时不得不忍受丈夫前妻的责骂 这个张子怡的母亲真的很难 要知道 葛慧杰不是第一次对汪峰说坏话 两个人已经离婚15年了 为什么她很久没有释怀 汪峰进行亲子鉴定的背后和张子怡有关系吗 张子怡的儿子出生不久 葛慧杰透露汪峰带女儿苹果去亲子鉴定 这一瞬间在网上引起了话题 国王顶不住舆论的压力 回答了 他说女儿是未婚时出生的 带女儿去亲子鉴定 只是为了让孩子上户口 相反 张子怡和汪峰结婚后 把小苹果看得像自己一样 即使生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对苹果的照顾也没有减少 在苹果生日的时候 张子怡刚出生不久就离开了儿子 一心一意陪着苹果过生日 还按时给她发了生日祝福 张子怡称苹果为长女 小苹果也称呼张子怡为妈妈 由此可见母女关系十分亲密 但是葛慧杰不相信张子怡会对女儿这么好 只要有张子怡或者汪峰动态 葛慧杰一定会讽刺 他们指责她热情炒作自己的女儿 但是葛慧杰的这种行为 不是对女儿的另一种伤害吗 汪峰和张子怡的婚姻 本来就不被外界期待 张子怡的母亲也不经常看汪峰 再加上汪峰的前妻 在两个人的感情中无限纠缠 网民们认为他们很快就会结束这种感情 但是现在网民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除了汪峰的前妻 葛慧杰不喜欢张子怡 张曼玉也不喜欢玲玲值得惋惜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变成像现在这样老太隆忠呢 请读这个 坏一代宗师 在金像奖颁奖仪式上 张曼玉直接当着所有嘉宾的面 拒绝给张子怡颁奖 即使给她十亿美元 她不会再和张琪合作了 这一刻的张子怡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 张曼玉作为一代影子 给新人女演员颁奖 这看起来像是很平常的事 于是很多网民抱有疑问 为什么张曼玉这么一无所知 在这么大的地方 言大人物 真了不起 第二天 张曼玉张子怡不合的消息 一眨眼就跳进了热搜 于是媒体追究了张曼玉 作为前辈 你对张子怡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张曼玉立刻淡淡地表示 自己不能对她发表意见 她在张子怡年龄的时候 没有张子怡那么聪明 与张子怡相比 自己的思想很陈旧 这个回答一定坚定了网民们的推测 而且两人的矛盾 必须从三次交战开始 张艺谋的新电影《英雄》开始拍摄 张曼玉和张子怡在狭路相遇 这部电影由张曼玉主演 张子怡是配角 但是电影上映后 发现张子怡的镜头 远远超过了张曼玉 第二部《交战电视台》 在电影《2046》中 电影中的张曼玉饰演乞讨的苏丽珍 已经在人们心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 但是撤破电影中 张曼玉的镜头只剩下一两个背影 代替她的是自然风情万种的张子怡 一位叫张曼玉的好主演 到最后都特别出演 所以让张曼玉心中愤怒 回忆录 这是后来张琪的代表作 在日本上映 她成为了第一位获得世界奖的女主角 被提名的中国女演员 但是电影《中小百合》这个角色原本定为张曼玉 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张子怡 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随后张曼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不想为了赚钱而出卖我们国家的文化 这话似乎有什么意义 经过这三次交战 两个人都系上了梁 正因如此 才有了颁奖仪式的场景 在娱乐圈哪个不好 我们也很难说清楚 是的 今天的录像到此为止 我不知道伙伴们对那个有什么看法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评论 该视频的观点根据 网络现有信息进行了整理和推断 只表示个人看法 如果有侵害的话 请联系我删除修改视频 我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称赞弹幕的收藏 我们的下一期将会很棒 感谢观看